天還沒亮 台北市魚類批發市場 魚飯清清初出 忙著進貨分類 一來來新鮮魚產 就等著拍賣競標 但現在不需要 在大筆現金放身上 只要一張卡就能搞定 我們讓這個承銷人 這個使用這張卡片 從門禁館制開始 一直到他參加議價 或者拍賣的一個過程中 所有的教育過程 都要使用它 這張卡片將來 將會很忠實記錄 每個承銷人的交易資訊 只要掃一下 承銷卡上的QR Code 就能馬上存入現金 賬戶金額一目了然 還能完整記錄買賣交易 一改過往大筆鈔票 現金交易風險 過去在批發市場交易 承銷人得三天內 以現金或支票付款 動輒20、30萬的交易 時常有 改由電子支付自動化 憑承銷卡掃描 企業入金機的QR Code 就能存入現金 還能按照信用調整額度 交易全面數位化 我們的目標 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 要讓銅板跟紙鈔 從台北市消失 還在電子化 韓出目標率先全國 要將電子商務物流 做好做滿 讓未來每筆交易都能依化 歡迎學問 廖文普李嘉恆 台北報導